我有精神病 脑子里有个小人总想杀人 只有在种植花草的时候 这个生命才会停歇 我已经五年没有发病了 医生说我最近表现很好 用不了多久 就能恢复正常人的生活了 但就在刚刚 有人把我精心研究五年时间 种出的双色化 我想 那这人得杀呀 宝宝 我要这朵花 我刚从医院回来 就看到一个披着大波浪的女生 遗蔚在一旁的男生身上 手指着我花铺里那朵双色玫瑰 这是我的研究课题 花了五年的时间才种出来 前几天才刚刚完成 相关的论论内容 导师说我有机会 通过这个申请博士 要知道我们精神病读书 是很不容易的 我下意识 拎起一旁的木棍 就要冲过去 走到一半想起医生的话 我深吸一口气 在心里默念医生的叮嘱 遇事要好好和人沟通 不要让愤怒支配我的情绪 杀人一定要碎尸 整理好情绪后 我笑意隐隐地 走到这个情侣面前 软声道 这是我种的花 不可以摘哦 那女子白了我一眼 咬着旁边男生的手臂 我就要这朵 开照肯定好看 我要发某书 好好好 这朵花和我的乖乖最般配了 男生旁如无人地 在女生的嘴唇上轻拙了一下 然后抬腿就要踏进我的花圃 我连忙上前阻拦 这是我的花 你不能摘 不然他会不高兴的 有病吧 滚滚滚 男生一下子将我甩到了一旁 手心插进了一根木刺 疼得我痛哭出声 男生抬腿就踏进了我的花圃 踩到了一片花草 将中间那朵双色玫瑰 蓝腰折断 递到女生的手上 一躲破花 老子就摘了怎么样 周围有路过的人想要上前扶起我 都被男生赶走了 看什么看 滚 女生接过花 放在自己脸旁 拿出手机左拍右拍 摆了十几个扭捏的姿势 她对着我用口型说 傻逼 我有男人照 我的耳朵一阵嗡鸣 细碎的女生在我脑中大吵 要杀人了 不能杀 杀杀杀 我抱着脑袋 色缩在一旁 想展示自己的男友力 一脚将我的药瓶踢进了花圃中 走到我面前 抬手就给了我一巴掌 敢额我 打死你 耳朵瞬间清静了 宝宝好棒 女生的加油 让她的气焰更省 对着我趾高气昂的说 给我乖乖跪下道歉 我就放过你 我抬眼嘲讽的看着他们 你自找的 但我干嘛 威胁我呀 告诉你 我在某书上有几百万的粉丝 你这朵托花能被我看上 你应该感恩戴德 男生搂着女生的肩膀 朝我说道 能被我乖乖看上是这朵花的福气 我缓缓起身 活动了下身体 哦 那现在你们的福气来了 终于出来了 这几年憋死我了 我抬头望向面前的两个人 笑意森然 你们 想怎么死 男生右手指着我 直直地朝我走过来 你有病是不是 摘你躲破花 你还没完了是吧 我舔了舔嘴角 越发兴奋起来 直接伸手一个 过肩摔将男生摔在地上 啊宝宝 女生惊恐大叫 去 吵死了 我上前夺过他手中被摘下的花 几个巴掌就扇了过去 女生的脸瞬间就肿成一片 喜欢骂人是吧 我又一脚踹在他的膝盖骨上 女生直挺挺地跪下我面前 疼得眼泪直流 喜欢踩我的花是吧 喜欢看人下跪是吧 反手又卸了他的胳膊 喜欢拍照我让你拍个够 乖乖 男生上来就要瞅我头发 被我一脚踹到了下半身 他瞬间倒在地上 半嗓都起不来 女生健壮跪在地上 一直掉眼泪 哭哭哭 哭什么哭 福气都被你哭没了 我直接一脚又踹到男生的肚子上 再哭一下 我就打他一次 女生继续哭 我要报警 我直接对着男生的脸 又一脚踹下去 女生 你 男生疼得破口大骂 别他妈哭了 你凶我 我因为你都要被人打死了 你还委屈上了 还不是因为你没用 连个女人都打不过 要不是你非要那朵花 有这么事吗 我在旁边坐下 翘着二郎腿 看他们两个人狗咬狗 时不时还撒两把瓜子助威 眼看两个人就要打起来了 男生才突然反应过来 开始转头 对我破口大骂 臭白妖子 赶紧把我们两个放了 要不一会警察来了 有你好看 女生躲在男生身后探出头 就是像你这种女人 肯定是没人要 看到我和宝宝感情好 怒火中烧 现在让我们两个走 我就放过你 你的嘴太臭了 我捡起地上被他们踩坏的花 一股脑的塞进两个人的嘴里 多吃点 亲口臭 我拿了两把花 分别递到他们手里 你们喂对方吃 喂一口给一巴掌 再我说一句 我爱你 谁打得多 我就放谁 我让你们 嗯爱得够 一听到我的花 男生什么也不顾了 把手里的花 全都塞到女生嘴里 嘴角都刮破了好几处 完全不顾对方的哭喊 乖乖 别怪我 我也是为了出去找人救你哈 啪一巴掌 我爱你 你混蛋 啪 我爱你 你混蛋 啪啪啪 巴掌清脆的声响 格外悦耳 可惜我还没玩够呢 有路人报警招来了警察 警察局里 这个情侣一直在控诉我方才的行为 刚刚做笔录的时候 我才知道 男的叫赵震 女的叫杨月 俩人是某书的情侣博主 刚刚就是看我的花好看 随手摘过来拍照 却没想到惹上我这么个温神 俩人扬言一定要我坐牢 我大手一挥表示自己要报警 随即将那朵 已经有些发念的双色玫瑰拿了出来 顺便将手机中花圃的惨状交给警察 我这个花圃里种的花 都是十分昂贵的品种 这朵双色花更是我的科研科体 我要他们照价赔偿 杨震出我配了一口 几朵破花 老子赔你 三十万 什么时候到账 我靠 你他妈的敲诈呀 警察同志 这种人你一定要好好管教 当着你们的面勒索 根本没把你们放在眼里 就是警察同志一定要把他抓起来 这两人方才还你死我活 转眼间就又如胶似漆起起来 花圃的价格可以找人去估算 我不介意 看我如此凶有成竹 这两人的面色瞬间就变了 他们根本想不到 几朵花竟然要这么多钱 希望到时候你们可以照价赔偿 你们还真说对了 他确实有病 一个警察拿着资料从外面走进来 深深看了我一眼后叹了口气 随即又对着那对情侣说 你说你们好端端的惹他的吗 什么意思 他有精神病 严重时会出现暴力倾向 在精神病院住了三年 六年前才被放出来 我冲他们微微一笑 不好意思哈 我这人没别的本事 就是杀人不犯法 精神病就别出来祸害社会了 能不能去死啊 赵震仗着有警察在身边 对我出言不逊 我只是冷冷看着他 心想是把他活着分尸比较好 还是弄死了分尸比较好 警察看着我欲言又止 转头对他们两个说 监控我看了 是你们挑事在先 这时候就别惹他了 本来还斗志昂扬的两个人 在听到警察的话后 突然就进了声 杨月紧紧拉着赵震的手臂 眼神多闪 我知道刚刚警察想说什么 他的话是在保护那对情侣 可惜对方蠢 听不出来 我都有些记不清了 大概是我小的时候吧 在浴室里 我一刀就捅进了肌腹的心脏 又一刀划开他的大动脉 确定人死得不能再死了 我才拨通了报警电话 因为我一个小孩子 处理这么大的尸体 真的太困难了 妈妈不在家 我可不想和一个 随时会发臭的尸体待在一处 我还记得当时 这些警察走访了很多邻居 他们始终不相信 我一个小女孩 会有这么大的力气 将匕首透过肋骨 插进一个成年男子的心脏 他们都不知道 我的身体里住着另一个人 他是一个变态杀人狂 每次寄负欺负我的时候 他都会出现保护我 现在的情况是 要么私了 要么你拘留 你们赔钱 赵震和杨岳自然是拿不出这么钱 只能心不甘情不愿地签下谅解书 离开警局的时候 我还挥手和他们告别 放心吧 我肯定会找到你们的 这段时间 想吃什么喝什么抓紧吧 惹到精神病 他们算是踢到铁板了 这世上欺负姜亭的人都得死 我刚买完镰刀店去回家 就发现花谱进了一大堆的积压 将我剩余的花草 全部吃干抹镜 连种子都没留下 这里面的每一朵花 都是姜亭精心培养的 倾注了她前半生所有的心血 如今被毁得彻彻底底 连挽救的机会都没有 不用想 我也知道是那对情侣的手笔 我直接冲进去 拿起镰刀 对着里面的积压 一顿乱砍 很快我的身边 就堆满了积压的尸体 整个花谱里 除了我不剩一个活物 我浑身是血的 从花谱里走出来 正好遇上三个叼着烟头的混混 他们本来看好戏的神色 在看见我滴血的镰刀时 一下子震住 从染血的瞳孔中 我能清楚地看到他们惶恐的神色 其中一个染着黄毛的男生 对着围首的人说 大哥 要不咱们还是别惹他了 这女的是个疯子 我靠 他把积压都砍死了 太狠了 围首的男子咽了下口水 随后瞪了黄毛一眼 我们几个大男人 难道还怕他一个女的不成 说出去让人笑话 你管他杀了多少积压 终究是女的 咱们一起还拿不下他 钱都收了 是不干 哥们以后还怎么混 几个小弟听他这么一说 也不再反驳 你哥哥眼神细血地盯着我 小妹妹 怎么把自己弄这么脏 哥哥带你去洗洗 说着上前就要抢夺我手里的镰刀 正好我也想知道 他们到底想干什么 洋装柔弱 镰刀一下子脱手 男人吃笑了一声 也就是娘们 一点力气都没有 这都能给赵镇下成那样 小子是两头娇公娘 变成卵脚瞎了吧 一群男人的笑声听得我头疼 他们将我带到一个小巷子里 刚拐进去 就有人开始解裤袋 露出下面的东西 妹妹 要怪就怪你得罪了 不该得罪的人 他们越靠越近 耳边还夹杂着不少银笑声 让我浑身的血液都沸腾了 眼前的几道身影 和养父的身影逐渐重合 脑海中想要杀人的声音 不断放大 浑身是血脏是脏了点 但哥哥们觉得更带劲了 是不是 是 你放心 哥哥们会让你好好爽爽 然后给你拍上美美的照片 这个巷子没有监控 平时也没人来 你就乖乖顺从 还能少吃点苦 我从他们的话中 捕捉到重要细节 这里没有监控 所以就算杀了人 姜婷也不会再被 送到精神病院关起来 每天被电击 我低头眼住笑容 在抬头时脸上 已经换上了一副害怕的神情 我求求你们不要杀我 想怎么样都可以 哟 小姑娘还挺上道 自己把衣服脱了 也省得多吃苦头 干过这么多女的 就她最近 一会儿飞完死她 我死咬着嘴唇 气生生地 对着围首的男人开口 我 我害怕 你能帮我脱吗 我清楚地看见 她眼中不断放大的笑容 你可真不要脸 一边说着 一边兴奋地朝我靠近 男人的手刚落到 我的肩膀上 我的身子下意识地 抖了两下 我抬起燃血的眼睛 问她 你准备好了吗 你还挺急 当然急呀 你准备好去死了吗 说完 我从怀里掏出一把杀猪刀 直接砍向男人的手臂 趁她吃痛的瞬间 夺回镰刀 一刀砍断了她的腿 妈的 给我弄死她 你以为就拟有人 下一秒 小巷里就冲进一个男人 他目光呆滞 但是动作却很迅速 拿着手里的木棍 对着另外两个男的就是打 他是我在精神病院认识的朋友 真不巧 我这人别的没有 就是认识一群精神病 我一手持一刀 冲进混战 根本不在乎 落在我身上的那些拳头 多年惦记 我早就不知道 疼是什么感觉了 从巷头一路砍到巷尾 刀上又沾了新的血 一痛下来 根本没人再敢靠近 他们有的被砍瞎了眼 有的断了手 痛苦的哀嚎 想撤这条静谧的小巷 臭娘们 老子非杀了你 围手的男人断了腿 跪坐在地上 嘴里依旧在骂骂咧咧 这娘们和他旁边 那个男的真有病 哥咱们报警吧 报个屁啊 这些年犯的事都过关一辈子 你他妈敢报警 老子弄死你 这几个混混 一看就是手里没少沾案子 我赌的 就是他们不敢报警 那怎么办 怎么办 弄死他们 再打120啊 我站在巷口 宛如一尊杀神 眼神落在他们身上 与看那群羁押无异 我走到那位 脱了裤子的绿毛面前 手起刀落 直接将那东西扛了下去 另外两个人 想要冲上来 对我叫来的人拦住 煞时间 撕心裂肺的惨叫 直打天庭 我用他的裤子 擦干净刀上的指纹 声音冷冷的开口 他怕是活不到 你们弄死我的时候了 老大 老三就算不疼死 也得失血过多死啊 黄毛受伤最轻 他蹬在地上 哭的鼻涕都垂到了地上 看来是被吓得不轻 哭得真丑 还是死了比较好 我刚举起刀 围手的男人叫住了我 住手 放过我这群兄弟 我告诉你 是谁找我们来的 赵震和杨月 杀完你们我就去杀他 不耽误 杀人你也得坐牢啊 我吃笑一声 赵震没告诉你们吗 什么 我有精神病啊 杀人不犯法的 三个人的面色 瞬间如同死灰一样 嘴里不停重骂赵震 狗东西 差点害死老子 见我不为所动 那人继续说 我知道赵震的秘密 你放过我们 我就告诉你 我瞥了一眼 因为失血过多 已经昏死过去的绿毛 你的时间可不多 赵震和杨月 是做情侣账号活起来的 但是赵震背着杨月 在外面还有个女朋友 他一直花杨月的钱 养这个女的 我抱着刀 微微促起眉毛 这算什么秘密 有屁用 那你说你想知道什么 他住哪 我微微一笑 血雾粘在我的嘴唇上 让这个笑看起来 格外恐怖 我还是觉得 亲自上门杀人比较好 放心 我会分尸 不会被发现的 杀人 我很专业 安葬了自己的花谱后 我火速在赵震和杨月 居住的小区 开始找房子 我的花死了 我得报仇啊 赵震和杨月外出回来 就看到站在他们家门口的我 两个人皆是面色一正 按照他们的计划 我现在应该被那几个混混 准我死才对 你怎么在这 不然我该在哪 赵震张这嘴巴上都说不出话 他可不敢承认 自己请人教训我的这件事 我将一只背在身上的麻袋 扔到他家门口 瞬间成群的羁牙尸体 从里面掉了出来 吓得杨月瞬间花容失色 你干什么呀 信不信我叫保安把你赶走 礼上往来罢了 你们送我这么多羁牙 我都杀好放过血给你们送回来了 不用血 哦 对了 忘了告诉你们了 从今天开始我就住在你们隔壁了 以后我们就是邻居了 我会好好关照你们两个的 之后我就在他们两个惊恐的眼神中 转身回了自己家 我们来日方长 昨天我叫精神病朋友 将那几个人送到了警局 他和警察说 一切都是自己做的 那几个混混坐在警局里 大气都不敢喘 只能听我的朋友 阐述自己的罪行 主要他太想回精神病院待着了 他觉得外面的人都不好 想念精神病院的鞦韆了 作为他的好朋友 我当然要成全他 只可惜这样 姜婷就又要失去一个好朋友了 我们精神病交朋友 也是很难的 另外 昨天晚上回家后 我吃了要渐渐冷静下来 我将自己身上的血污洗干净后 又去见了心理医生 他告诉我 要控制好自己才能保护姜婷 我觉得他说的对 我盯着和隔壁房间连接的墙壁 嘴角不自觉的扬起一个弧度 我又重新买一堆电锯 绳子 砍骨刀什么的 上次的都被送去警察局当证据了 看着余额宝里不断下降的数字 我表示很难过 因为我们精神病赚钱也是很不容易的 我刚拖着快递进屋 好几天没有出门的赵震和杨月 两个人紧闭的房门突然打开 两个人打扮得光鲜亮丽 看向我的眼神中 却是充满了不屑 杨月双手抱胸 轻蔑地瞥了眼抱大箱子的我 精神病又怎么样 好日子还不是到头了 听他狗嘴吐苍蝇的时候 我一个分神 三四个电锯从箱子里掉了出来 我两帮捡起来藏在身后 不好意思啊 骨头有点多 我怕又不够用 几个电锯一起操作 被分解的时候 痛苦就少点 杨月方才趾高气昂的模样 定在脸上 又跑回了房间 房门关上前 还不忘放狠话 你等着 下午出去买东西的时候 我终于知道杨月口中的 让我等着指的是什么了 他编辑了一篇 关于精神病伤人却无罪的帖子 发布在自己百万粉丝的账号上 里面我发疯时 争鸣的面孔清晰可见 而他和赵震 则是两个对我伤害的无辜路人 评论里 吴不是在对我进行诅咒辱骂的 甚至有不少人 将我从前杀死养父的事情 扒了出来 对我进行一场网络暴力的狂欢 视频的最后 还配上了我现在的家庭住址 和手机号 短短半天时间 我的手机就被无数的乳骂 和诅咒轰炸了 我挠了挠头发 表示不理解 难道射死和网暴 对于一个精神病来说 是什么很重要的事情吗 我很难想象 他们两个在家里憋了三天 就想出这么个办法对付我 今早还敢如此嚣张地 出现在我面前 等我回家的时候 门口已经堆满了各种垃圾 那双眼睛里明明写满了恐惧 却还要洋装镇定 在他想要逃跑前 我一把抓住他的手腕 来都来了 走什么呀 我不由分说 将他拖进了自己家 房门关上的瞬间 电锯声响起 与此同时 杨岳的某书发布消息 有人被精神病抓回家了怎么办 配文是我强行拖拽一个 男孩进门的照片 这下不少网友纷纷高喊 打倒精神病 拯救人质的旗号 朝我家过来 等所有人都到之后 他们就看到我家房门大开 血水从房间内 一路流到电梯口 内脏场子堆了一地 屋内电锯声还在持续响起 不少胆子小的人 当场吐了出来 杨岳出门就看到这副场景 当场吓得倒地不起 我手拿着沾满碎肉的砍骨刀 从屋子里走了出门 歪头问道 你们也是来吃肉的吗 本来还一份甜鹰的各位网友 一下子跑得比谁都快 一边跑还一边大喊 我错了我错了 我没来过 你们见过我 原本还很热闹的走廊 就只剩下屋内不断响起的电锯声 还有捂着嘴 死命控制哭声的杨岳 我从地上捡起肠子 扔到他身上 请你吃 我不吃 我动了动手上 沾满碎肉的刮骨刀 杨岳立刻捡起 没有处理过的新鲜大肠 往嘴里塞 几次吐出来 又都强行塞回去 我低头问 好吃吗 好吃 哦 一股恶臭从他嘴里散开 我有些嫌弃地退开 走到自己家门口的时候 还不忘提醒 这么好吃的东西 记得和男朋友分享哦 房间内 表情麻木地分解 一整头猪的男孩 在看见我后 瞬间泪眼婆娑 我立在一旁嗑瓜子 看他将所有的肉 都装好放进冰箱 又将地面清理干净后 才放他离开 临走前 我还不忘亲切地 为他冲一碗臭鸡蛋水 看他全部喝完 才先为得给他拎上一袋子 他刚刚惊吓过度 留下的排泄物 让他路上吃 我真善良 赵震和杨岳 偷偷联系了中介要搬家 这可不行 他们也找过警察 但发现并没有什么用 因为我从未对他们 做过什么出格的事 反而自己被警察 教训了两次之后 就放弃了这一想法 看了三天 赵震终于受不了了 他从家里拿出菜刀 就朝我冲了过来 我瞬间眼睛都亮了 兴奋的浑身细胞都在叫嚣 激动地搓着双手 差一点就要尖叫出声 他先动手杀人 可就算正当防卫了呀 为了表示尊重 我还特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伸长脖子 将自己的大动脉露了出来 我直接走到他面前喊道 你杀我呀 你杀呀 你为什么不砍我 不砍我是因为不行吗 赵震被我气得浑身发抖 又重新握紧了手里的刀 对对对 就是这样 举起来 砍下去 他就可以死了 啦啦啦啦 赵震提着刀回家了 就这么水灵灵地回去了 对杀人没有一点点尊重 我觉得赵震的勇气 需要一点催化剂 于是我特意调查了两个人 分别是赵震的女朋友下路 和杨岳的男朋友管军 是的 他们两个都有男朋友女朋友了 为了让大家都能度过一个完美的棋戏 我发了几段视频 到杨岳和赵震的粉丝群里 和小区的住户群里 并且贴心的他们几个 杨岳 花朴钱被扇巴掌视频 你这么爱他 他还出轨 真不是个东西 赵震 为杨岳请小婚婚聊天记录 你愿意为了他杀人 他竟然还找别人 反正我忍不了 杨岳赵震下路管军 随即上传了三对情侣的恩爱日常 并亲切配闻 你们四个把日子过好 比什么都重要 杨岳和赵震 本来就是靠恩爱情侣的人设西的粉 现在发生这种事 活粉早就都跑路了 隔壁天天吵架 赵震 背着我搞男人 你要不要脸 杨岳 你他妈还好意思说我 那下路是谁啊 你们两个早就在一起了吧 要不是我带着你坐姿媒体 你现在还在街上当混混 你拿着我的前养女人 你真不是个东西 赵震 像你这种人 就该被隔壁的精神病砍死 杨岳 你这么能说 你怎么不敢把他砍了 你看看 咱俩现在过的是人的日子吗 我点个外卖都小心翼翼 生怕他半路冲出来杀进我的屋子里 他上次还逼我吃屎 你个闹肿什么都不敢做 你还算个男人吗 赵震也来了火气 听声音是砸不少东西 我不算男人 要不是你非要摘那朵破花 会有这么多事吗 我怎么知道他是个精神病 分手 滚出我的房子 我一听 分手 这可不行 连忙揣着刀从阳台跳进来他们家 大喊一声 不能分手 两个人见到来人是我 尤其是在见到我怀里的刀石 方才剑拔弩张的嚣张气焰 一下子全美了 杨岳蹲坐在地上 开始崩溃大哭 我求你了 你放过我还不行吗 那朵花三十万我赔给你 还不行吗 你放过我吧 我还年轻 我才二十多岁 我还不想死 我给你钱 你离开好不好 杨岳哭的嗓子都哑了 眼白都多了不少 明显吓得不轻 另一边的赵震也是 求我放过他 他知道自己错了 笑死 他们才不是觉得自己错了 他们只是怕自己死了 我用不将刀上的指纹擦干净 又戴了上手套后才说 你们就这么求人 两个人听见我的话 立刻跪下 头在地板上磕得砰砰作响 姑奶奶 我错了姑奶奶 你就放过我们吧 可是我的花死了呀 我赔 多少钱我都赔 可是他找人强奸我呀 我手指向赵震 让他瞬间毛骨悚然 一句话都不敢再说 只是一个劲的磕头 我随手削了个苹果 淡淡道 今天可以不杀你们 但是你们两个不能分手 好 我们不分手 哦 对了 等一下 说着我匆匆走到门口 打开了房门 将门外酒等的两位贵客 请了进来 下路和管军一进屋 杨月和赵震的脸色 比吃了食还难看 我招招手 四个人聚在一起 愣着干什么 亲一个呀 杨月赵震亲一个别矜持 真没外人 哎 对对对 那个下路你也和赵震亲一个 哎呦 真般配 难怪赵震更喜欢你呢 好啦 以后你们四个 就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吧 我拉着他们几个的手 放在一起 感慨到 你们四个把日子过好 比什么都重要 以后一三五你俩同房 二四六你们俩 周天大家一起哈 赵震和杨月这些天对付的手段 下路和管军可没少在背后出主意 我们精神病最懂得之恩图报了 临走时 我还特意让杨月将我的指纹录 在他家的房门上 我会经常来看你们的哦 我每天半夜和清晨都会去他们家里 叫他们起床 大喇叭一放就是喊 让几个人本来就压抑的情绪更加烦躁 可是又不敢对我怎么样 只能相互撒气 隔壁几乎天天都能听到吵架声 时间久了 他们连吵架的力气都没有了 某天 我从杨月家出来后 就觉得脑袋昏昏沉沉的 刚进门就闭上了眼睛 没过多久 耳边就传来了细细沥沥的脚步声 你确定他被迷晕了 放心吧 你倒一头猪都不在话下 怯生生的女生哭道 那我们快逃吧 逃什么逃 我们家这么多东西都在这 还不等搬完他都醒了 趁机将他绑起来 到时候他没有反抗能力了 还不是要任由我们拿捏 这些天兽的屈辱 难道你们不想还回去吗 杨月声音尖锐 我要他每天都吃屎 听着声音越靠越近 房门已经被打开了 赵震和管月拿着绳子朝我走过来 嘴里还一直骂骂咧咧 看老子弄不死你 在他们靠近我的瞬间 我从地上跃起 启动手边的电锯 嘴角裂开一个大大的笑容 Surprise 游戏开始 现在该我反击了 趁赵震还没反应过来 我直接拿着电锯 对着他手臂就是一下 他闪躲及时 但时候留下了一个 深可见骨的伤痕 另外三个人见状 立刻尖叫着朝外跑去 很不巧今天电梯维修 安全通道的门 被我提前锁上了 所以他们无路可去 只能返回家中 我来了 你们藏好了吗 我用指纹打开了房门 空荡荡的房间里 只有电锯转动的声音 进门时 我将房门用赵震他们 打算用来控制我的铁链 牢牢锁住 谁也逃不出去 你约我的主意是谁出的呀 我要是你们就打死这个祸害 白开水的味道都刺鼻了 我能闻不出来 还有给我下安眠药那个 我这些年吃的安眠药 比你吃的大米多多 早有抗体了 要不你们把下药的那人推出来 我保证只杀他一个怎么样 见没有人回应 我也不急 端着电锯一个房间 一个房间的找 卧室的门被反锁 我直接用电锯强行破开 金属相互摩擦的声音 如同在凯人骨头 寸寸深入 只听通的一声 房门开了 我兴奋的笑道 我来了 走到衣柜前 你在这里吗 我没打开柜门 直接用电锯将衣柜劈成两半 看着面前瑟瑟发抖 下身不断是液体流出洋月 给了憋嘴 可惜了 就差一点 电锯堪堪划过他的耳朵 差一点就把他脑袋劈成两半 秀丽的长发起耳脱落 下一个 我歪头看向床底 找到你了 啊 下路惊恐之下 竟然直接晕了过去 正当我要去开沙发的时候 赵震拖着鲜血淋漓的手臂 从下面钻了出来 是管军 是他提议迷倒你的 他是兽医 你喝的药也是他提供的 他就藏在厨房 我对他隐隐笑 好乖 躲在厨房的管军听到声响 也不躲了 直接冲出来和赵震对峙 明明是你说要给他点颜色瞧瞧 才让我想办法弄的药 也是你出主意把这个药 放在我们平时点的外卖里 一起送进来的 赵震手指着他 你在胡说什么 管军 要死 大家一起死 我微微皱眉 你们是报警了 在这给我拖延时间是吧 被我看穿 赵震和管军全都愣住 下一秒 管军脸色一变 从厨房捡起菜刀 脸色很利道 反正都要死 大不了和他拼了 来啊来啊 赵震拿起旁边的晾衣杆 半晌才崩溃的低下头 不行 我不能杀人 我们家的房子是单位分的 我妹妹还在考工 我也不想坐牢 我嘖嘖两声 没本事还爱惹事 你还真是个废物 我转头看向管军 那就杀你吧 咱俩算货哦 你死我回精神病院 我死你判死刑 你他妈 结果管军的刀子刚挥过来 警察就到了 警察局里 男警官看向我一脸为难 我刚刚要是再晚到一点 你知道会有多么恶劣的后果吗 管军 这就是个变态 你们赶紧把他抓起来 男警察冲他吼道 你也犯法了 不知道吗 我负荷 他找死我得成全啊 他给我下药 闯进我家 那么粗的大链子 对付我一个手无腹肌之力的小女孩 我害怕呀 那我不得反击一下下 你那是反击一下下吗 我都没有分尸 呜呜 委屈 行了 你的心理医生一会就到 到时候你和他说 哦 心理医生给我削了个苹果 然后坐到我对面问道 还是上次那是 嗯 那他们确实欠教训 就是就是 姜指 你想要保护姜平 就不能再打打杀杀了 会给他添麻烦的 你总不能一直关着他 不让他出来 今天你要是真杀人了 他可就要回去继续受苦了 你忍心 我摇摇头 最后 医生给我做了个测试 拿着结果 解明恶药的和警察说 是姜婷好吗 知道了 送别心理医生后 我在警察局被拘留了三天 管军被拘留15天 另外三个人一早就送去医院了 伤情鉴定上不够成轻伤 所以三天后我就被放出来 等我回去后 发现另外三个人早就跑路了 我一早就料到了这个结果 于是拿出自己的手机 看着上面三个闪亮的红点 表示十分满意 我最先找到的是赵震 因为这些事在网上发酵 我的导师更是用官方账号 发文谴责他和杨岳 随意毁坏他人科研成果的事件 赵震被自己一辈子 看中体面的父母赶出了家门 杨岳则带着两人所有的钱跑路了 赵震现在就是个无家可归的小丑 我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 他的脸上除了恐惧和麻木 再看不到其他表情 都是杨岳那个女人毁了我 你不想从杨岳那拿回自己的东西吗 我都不知道他人在哪 我知道啊 赵震把杨岳杀了 他筋疲力尽找到杨岳的时候 对方正躺在好几个男抹的怀里 嘲笑赵震说 当初要不是看他那张脸 还有点用 谁会和这种没中的男生在一起 懦弱得要死 被一个女精神病下的精神恍惚 你们是没看见他那个怂样 想想都会气 傻逼还他妈出轨 小三到他面前了不敢认 我每天在他面前打小三 他连个屁都不敢放 恶心死了 早就精神恍惚的赵震 在听到杨岳的说辞后 直接冲进去 用桌子上的酒瓶 砸在了杨岳的脑袋上 杨岳当场就死了 等人倒下了 赵震才发现自己做了什么 开始后悔自己的冲动 我冷眼看着这一幕 伸了个懒腰 转身走进阳光里 江平回来吧